赵哥连在讲故事的时候 都感觉到那个怒气 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稍微看看说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整一下 就可能突然的这个暴躁 突然的易怒起来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像男生有时候叫做男性荷尔蒙低下 男生也会有更年期 不能用了 过40岁 过40岁之后 在2%每年的下降 搞固同的下降 就对事情失去了兴趣 易怒 情绪不稳定 失眠都可能会产生 那女生的话 可能就有时候月经周期来的时候 会比较不顺不舒服 或是真的就女生进入更年期也会 热潮红 心悸 酸痛都会有可能 那再来就可能真的甲状腺的问题 像刚刚案例也是这样 甲状腺 暴怒 抗净 都可能交感神经就整个失调了 那再来有时候 就真的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像说躁郁症 就要去可能专业的救的 它有躁有郁的成分 有比较广泛性的焦虑症 它是很焦虑很焦虑 所以它脾气就变得很火爆 或甚至说最严重的叫思觉失调 就是精神分裂的问题 它可能真的有时候暴躁 抑怒 那再来就很常见 就是我们的慢性失眠 所以现在人压力大 很多人有这个失眠的问题 其实慢性失眠久了 情绪都不会好 其实现在大环境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还蛮多 这几年疫情 因为没有办法 第一个 我讲现在社会环境 工作压力 你就像你讲又碰到疫情 你看看现在我们不要讲失业 就那种流职停薪 等等的 你看看 多少人背负了个人 还有家庭的那种经济压力 所以我就这种人的情绪上 真的会越来越多 因为真的蛮辛苦 情绪病 我之前也有一个个案是这样 他是一个大概40多岁 他是一个日籍的主管 他就在台湾公司也工作一年 他的同时也说 这个日籍主管 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 都很好 很nice 就是他虽然只会讲日文 不讲中文 可是他有沟通的话 就跟同事慢慢的 透过翻译讲 同事又说他最近很奇怪 以前那个元气跟活力 都不见了 可是就开始就很生气 就是以前碰到事情解决不了 就请翻译来慢慢沟通 他现在突然站在那边 骂一串的日文 那大家都听不懂 就只能认在那边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们都听不懂 那就跟他说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要不要来去医院就诊 他也同意说 好 那就来医院检查一下 其实帮日本人看诊 其实问诊起来 隔阂很大 我问不出真正的问题 我会透过翻译问 其实问不出来 就说意怒就意怒 我要问出什么东西 他就跟我提说 他以前在日本 曾经有补充过男性荷尔蒙 我说这是个方向 我说那我们可以抽血检查 这是个很好的方向 我就帮他做个抽血检查 他接近他超过45岁了 我们正常人的 睾固酮浓度 大概是300到800 他抽血验差起来 两次都不到200 就很明显的 睾固酮过低 那可能这一阵子持续偏低 所以人就没有活力 没有脾气 脾气又不好 那这个其实现在都可以 很好解决 我们有打针的 都是健保都可以 合格的药物 有针剂 有口服的睾固酮 还有凝胶 现在有一种凝胶 就只要这样子 挤在鼻子里面 就从鼻腔吸收 一天几个一两次 当你睾固酮慢慢上升之后 你会感觉那个活力 跟那个情绪就会 那有食物可以让他补充 有吗 食物大概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要吃生蚝 吃这些东西 不是在讲食补 因为有时候家里面 如果有长辈 你会突然发现 长辈很爱发脾气 有可能不是他脾气不好 有可能他真的有 生不由己的 有时候真的是 他一个荷尔蒙的失调 或是真的不舒服 或是他已经好多年 好多天不好睡了 要多关心 他是失眠 他真的身体出问题 带去医生 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像女生有的时候 金钱不月症候群 不是说你月经来之后 你的心情不好 是在还没来之前 就反照一弄 那一个礼拜 还有你停经之后 女性的焦虑症 跟忧郁症容易 变得很厉害 那这时候其实补充 后我们没效的 还是要透过精神科的治疗 比较好 所以它不会发生在 你已经都很稳定了 它会发生在 你变化很大的时候 某些事件 留个电话 精神科 留个电话 每一个都留 到这杰骨岩 都要留了 急诊也需要 每次挂了 乃哥 他说挂了就不用送急诊 真的 好不好 我真的要找荣言来收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网路酸民特别多 照样造句骂低能 来看一下 好 雨柔 我跟你说 你这么容易 轻一下谈 轻一下谈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们做这个工作 已经这么久 我们是很能够接受 一定会有观众喜欢你 但也一定会有观众 不喜欢你 我们都尊重 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喜好 但是我觉得 你就算不喜欢 像我们有时候看电视 看到一些不喜欢的人 我们也会觉得 他这样形象不好 他做这个行为不好 但我们不会专门去 他的一些社群软体 攻击他 或讲话骂他 因为这个行为 我觉得有点病态 但是因为像我们这种 你知道真有用心 在经营粉丝团的艺人 就是只要有人留言 我们就会回话 认真的去回他 对 所以你当那个留言板 一打开之后 你是每个留言 你都看得到 不是说不看 你就算不想看 你还是会去瞄到 你没有办法跳过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 就真的无来由 因为像我们的粉丝团 都是健康的 PO一些健康的东西 开心的正面阳光的东西 我们不太会去PO一些 负面文或干嘛的 那都已经是这么正向的文章 这个人还可以来留言 然后留就是什么 什么 什么被演艺圈唾弃的 什么什么M咖 然后说什么 没有才华 每天在节目上 什么卖弄 就是讲这种类似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 你是无来由的辱骂 你不是因为一个事件了 那我当然没有办法 忍受这个气 因为为什么 我们都有人生父母一样 为什么我要接受你这样骂 我就回他话 但我就去用他 差不多类似的 照样照去的方式 我就说烂咖 社会的边缘人 他不是说我会演艺圈 透气什么的吗 说我说你成天没事做 每天在网路上讲那种干话 没救 就讲类似这种话 然后反正他就一回嘴 我就照他的方式 再照样照去回他 回到后面所有人都在看笑话 因为他们说 可是你越是这样 然后大家开始加入缓和 那个情绪之后 第一 我的情绪缓和了 然后第二 这个人他不敢再留言了 因为他知道 他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只有我会生气 是所有看到这件事情的人 都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 像我是不会 我连上网都不会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 比如说YouTube有这个新闻 新闻出来 它下面会有留言 有时候偶尔会看一下 那有时候看了就觉得 实在是很气 对 问题是说 所以我想想想 就不要看 对 不要理就好了 真的 对不对 而且你不要随便 你要骂他第一人 他才可以告你 对 真的 你要有些文字 有些用字 我们看还有一 好像要有一个list出来 你说第一人是 罚无法 神经病是罚2000 他有一个表 有个表出来 对 所以不用回了 对不对 讲真的 真的 没有 现在都直接把他删掉 这不要出现就好 就把他隐藏掉 对 你不要让他出现 我们在节目上做一些效果 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要的 是 可能是被要求的 但你做出来 你会被逼吗 真的吗 说假中 说假中不及不好 这件事吗 对 比如说像乃哥 乃哥一直有主持那个 这样节目就知道 因为你节目有时候会发一些素人 一起来玩游戏 对 那些素人都会很安静 所以制作单位可能就会过来跟你讲说 多讲一点话 你等他去炒热气氛 或是对 多说一些不然他们太安静了 都没有讲话 然后像我之前就有这个样子 就是玩游戏 然后那个也是打麻将的 然后因为真的那个素人 另外三个人都不讲话 怎么办 好安静 然后制作单位就会跟我讲说 罗姨他你多讲一些 不然这个没办法做东西 太安静了 很像一般在打麻将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 叽叽呱呱开始 一直很吵 一直很吵 然后别人丢什么 我都讲一句这样子 但是后来播出以后 我就会被骂说 罗姨他好吵 感觉排品很差什么的 可是我就不是 我平常打牌也很安静的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一次是 那种外景节目 其实像外景节目玩游戏 不是都会分队 但有的时候 比如说隔壁队 可能是有那种来宣传的艺人 那他可能玩游戏就很不好 就一直输 这时候制作单位就来跟你讲说 不行不行 他要来宣传的 你可能要让他放水 你放水一下 让他多一点镜头 他可以继续玩下去这样子 那你就OK 好 你就照着做 结果播出之后 我就被骂说 我跟他玩游戏都很不认真 他都在放水 都在摸鱼 然后你就很委屈 因为你也不可能去回他说 因为是为了要让对方宣传 就是你不能这样子讲 所以当下就觉得 就是每次像这些播出 被骂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而且录影录的心很累 对啊 我怎么做都不对 我跟你讲 我是最大受害者 怎么说 怎么说 以前我们一个最红的节目 叫台湾红不让 对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整人节目 是 那真的 以前刘德华 张学后 就我跟你讲 以前港星基本上都上过我们节目 沈玉琳做的嘛 对 沈玉琳做的 对啊 我跟你讲 整人 一定要白脸黑脸 曾光臣他扮黑脸哪一项 对 对不对 他是不会发脾气的人 永远我是扮黑脸的 对不对 有时候就要冲突 要冲突我也要骂或怎么样 还会很火 对不对 他就说来劝你乃哥不要这样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讲 所以 我告诉你 久而久之 大家觉得乃哥皮疗 真的 你懂意思吗 真的是效果 就像我们 像我们来做两队对抗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有竞争 一定有一些什么 不管是肢体 或者语言上的一种较劲 对不对 那你不做这样什么 那节目不是就平掉了吗 对不对 像今天我们大家就 你好 你意思好啦 赵正平来讲一讲 他都会睡着了看电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 做节目 其实来讲 观众不知道 我们在做节目需要有些毁坏 对不对 那要不然 你看我们请到每一位 都能言善道 是 那请到医师 医术很高 不太会讲话 中文医生也有话 有话 那将来 怎么那个 我们请了医生 大家你看 体体面面 是不是 能言善道 医术高明 谢谢 这才重点嘛 真的啊 我们是万中选一的 是哦 对 讲了我血压都高起来了 压力这么大 你只要不要说 你自己带就好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